陡的上坡已经达到极限了 全都是大石头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早饭吃 感觉在这个来天当中 像仙境一样 亲近自然 简单生活 我们是洛洛和Michael 一到夏天 我们就想着Far的探索未知的地方 这一次我们又准备去背包露营 而且不在任何一个公园里面 是真正的野外 我们还叫了两个第一次背包露营的朋友 准备开启一场真正的充满冒险和未知的挑战 我和Michael决定去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Buypacking 听说那个地方像水晶一样美丽 我们这一次就去一探究竟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朋友 啊 宏镇帅哥 哈喽哈喽 米娜美女 加入我们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是四人行一起挑战这个Buypacking Trail 活着下来 现在已经快到Trail Head 还有20公里 现在就已经是土路了 这个土路要开40分钟 因为土路上看得很满 哇塞 你看我就说把这个路好难哦 这种SUV都不算是 哦哦哦哦哦 哎呦 慢点 你看我说这个坑了 他终于说啥 这种SUV都哦哦哦哦哦哦 你看这是不是坑 这个真的可以过吗 哇塞 看这个路上的坑那么深 哎呦呦 哎呦呦呦 好 上 上来了 上来了 已经可以算是我们开过的最坑街的路了 这个就不是土路 而且这个大石头 上面好多坑 我的天 还有五公里啊 我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Trail Head 整理好了 现在我们四个人的小分队就要出发了 对于马上就要开始第一次Buy Packing 有没有什么感想 有点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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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呢 我觉得好重 我觉得比出门的时候重了一倍 为啥 咋回事 你可能是心理沉重吧 哈哈哈哈哈哈 Thank you for visiting the Water Sprite Requestion Area 我们到了我们的Trail Head Water Sprite 水晶湖娱乐区 看看这个地图啊 这个Trail 我们现在在这个Trail Head 就是这个紫色和黄色交界的地方 整个紫色将是我们今天的 Trail的路线 我们会一路走到这个 Water Sprite Lake 这个 水晶湖 感觉看起来道路持续且漫长 加油吧 咱们刚走到车油汗就感觉有点喘了 那是这条路 我跟你说 今天的AXS已经够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我们已经 这是我们的SUMIT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看我们旁边这条小河 还是非常非常绿的啊 有点像那种冰川融水的感觉 很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从Water Sprite那个湖 不留下来的 嗯 完全没想到一个Recreation Area 修的还挺好 给我们还搞的那种小战道 上面竟然还有那种 步行道才有的那种摩擦板 防滑的摩擦板 嗯 不错 还是很多人在Maintain这个地方说明 这个道上感觉晒的地方比不晒的地方多 而且蚊子还是挺多的 你看这前方有个树枝倒下来的狗门 现在我和Mina我们就在通过 我们现在走到一个这边就开始开阔了 看远处的雪山 看得好清楚 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去的目的地 是不是离那个雪山更近了 怎么样 Mina说好尴尬 太好看了 非常尴尬 Mina Mina现在气喘吁吁 到了吗 我们还有多远 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呢 好漂亮 真的好漂亮 真的不错的 这边真晒 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面 一直在山 山顶上的麦当劳特别好吃 特别香 我这闻的都到我眼里头了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个标志 上面写的是四公里 我们已经走了整个去 九公里的将近一半了 四公里 不要搭在我身上 不要搭在我身上 通往水晶湖的路径 虽然不属于任何公园 不过还是有很多志愿者在维护 整个路况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对我跟露露来说 这条路径最大的不同 就是没有什么树荫 今天还很热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晒 不过随着海拔的上升 风景也越来越好 哇 哇 知道 哇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湖了吗 哇 我们现在走来走 这边越来越开阔 你看我后面 360度的 大雪山 各种雪山头子 一阵风吹来 在上面虽然晒 但是却很凉爽 感觉还有可以摸到天了 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分岔口 左边是Diamond Ridge 右边是Water Sprint Lake 我们要吃的水晶湖在右边 就此别过了 你往左边走吧 就此别过了 再见了 往左边走 我们往右边 下辈子 有缘 有缘再会了 梁先生的十字路口就此别过 我发现 这个Water Sprint Lake 这个Trill上面 苍蝇真是真多 有数 我觉得至少数十只苍蝇围攻我们 简直了 红热现在已经把它长袖 没办法 对 盖起来 其实山上所有蚊子都觉得是骗人 是苍蝇太多 然后这个苍蝇是咬人的 你敢信 你喜欢镜头吗 我知道 我知道 Cueboy 我们现在到了6公里的位置 现在到了1231米海拔的位置 不错不错 还有整个行程大概三分之一的 加油啊同志 我们很棒 加油 快了 包仔你在这凑阴凉呢 哎呀这边越来越太阔了 感觉在这个蓝天当中 像仙境一样 不愧是幻境吧 Michael 你咋这么会说 呗 袁克代表出生 你说这蚊子公里能差吗 前方现在的路越发的崎岖 是一片大石头 非常有挑战性的路 现在Mina走在前面带着包子 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要手脚必用了 在快到水晶湖的最后三分之一路程 这个路径突然变得陡峭起来 而且特别是有很多的岩石 有些地方需要攀爬才能过去 我们的行进速度也变得很慢 抖的上坡已经达到极限了 全都是大石头 而且非常非常晒 后面说是不长了 但是现在动作很慢 我们半个多小时并没有走多远 坚持坚持 我们现在又出来走了 差不多三四百米 现在已经到达离我们今晚的目的地 Water Spide Lake 最后的一段 最陡的这个trill的开端 这山后面我们马上就要爬过这些 高耸的错落的大石堆 Mina你怎么样 还行 可是也挺好玩的 还可以啊 洪振怎么样 洪振 一点都不累 甚至想五岁 Water Spide Lake 还可以rock一下 好吧 那我们继续 谢谢 刚才终于爬上了这个 大石堆 很陡的大石堆 来了来了 我们来了 终于 终于 在近五个小时的努力之后 我们现在到达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目的地 在我身后 那碧绿碧绿的 Water Spide Lake 水晶湖 我们今天包的真是太棒了 妈妈永远的骄傲 今天爬了个大石堆 都脚一个劲往下滑 还咬牙坚持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湖边 这湖是漂亮 我们的露营地竟然在湖对面 感觉还有一公里 而且全都是大石堂 我的天 走 我们去露营地 慢点 慢点 别着急 脚下才冷啊 哎呀 马上 再过一百米 我们就可以走上大草坪 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放飞自我了 我准备给大家做好吃的 猜猜会是什么 不是泡面哟 好 我们现在到这个露营地了 没想到人这么多 看看啊 目测现在已经有十几家都在这了 我们现在东西收拾差不多了 准备去湖边找个妾的地方做晚饭 今天累了一天了 五点钟才到露营地 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 也算是到露营地晚的了 今天必须大吃特吃 好好操操一下 我背后这个湖太绿了 我感觉从这个方向看 我们营地这个方向看这个湖 要比从另外一个方向看绿好多好多 我们的帅哥 洪震同学要下去了 试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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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地培县的脚丫子吗 好的 我来感受一下这水温倒影入浮了 哦 哦 哦 这不是夸张 这是extremely cold 哦 哎呦我的天 我感觉我瞬间脑部清醒了好多 哈哈 refreshing 哎呦我的天 我觉得这个比家里的自然水还要凉 冰箱水 冰箱水 这是冰山的水的凌度巨冷 太冷了 我看到还想游到那个岛上 实在受不了了 在一天的爬山之后 可以在湖边放松放松 吃吃东西 休息休息 真的是太爽了 那真是YYDS 哎呦我们今天搞了一个那个重庆小面 在这个艰苦的程度下 对 这个重庆小面里面还有那个炸酱 还有这个软豌豆 然后呢有五六包 五六包料 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是backpacking吃过的最说法的面 嗯 好吃 我觉得不输那个 不输那个 我们经常去吃那个 八百般里面的那个重庆小面 我也来尝尝重庆小面 看了还竟然有豌豆黄 而且关键是今天我们确实也很辛苦 现在吃这个口香喷喷的重庆小面 觉得特别满足 我们这次还带了pasta pring my word 是这个足吧 反正就是一大袋pasta 现在已经弄好了 里面咕哧咕哧的 呦 怎么绿绿的 还有那个瓜 我们今天在这边吃的不错 现在有点冷了 而且蚊子太多了 我们走回营地那边 现在的夕阳照着特别漂亮 哎呀 走 我们走了 八三 我后面的大哥好像是太美了 上半个都懒得搭了 直接照顾她身上 然后被子该睡倒了 好 好 我睡怎么样 好 好 今天大家早上好 我为什么一直在做这种拉伸运动 因为身边全是蚊子 现在只要一起来 哎呀 又被蚊子包围了 我们现在抓紧时间 把帐篷收一收 然后趁着早上阳光好的时候 多拍点美照照 然后我们就下山了 今天早上这个阳光照着湖 简直是太绿太绿了 我们都走不动道了 每走5米就要停下来拍一组照片 哇 这边好漂亮 你们到这块石头上就有它的景点 大自然真的好神奇 它比任何的人造景观都要震撼心灵 给人带来发自内心的愉悦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关注 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带给大家 大家看这里啊 这个是冰川水 直接溶雪下来的 然后还是藤宫接起来的 这个是野外淡水的天花板 天花板啊 我们现在喝天花板了 包仔 你这也太会找地方了吧 趴在水里面变成个湿包子了 是不是太热了 我们终于下来了 前面就是我们上山这个trilehead的牌子了 对 很棒很棒 终于回来了 Water Spy Lake完美成功 成功 成功 走 回去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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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